不習慣看到講完哭的 請你忍受一下 我知道也要你忍受 不過是這樣的 真的沒有辦法 今天這段經文碼文 三章,大家看看你的程序表裡面 經文很短,但最重複的字句是什麼? 我說過不會這樣就行了 最重複的字句是什麼? 母親、弟兄姊妹、兄弟 都是說人論中親密的家人關係 所以今天的題目,我讓他為天路上的至親實為不過 並且耶穌,我相信他藉著這段講論 宏觀地界定,誰才是他的弟兄姊妹和母親 其實這段經文的《扶雷福音參照經文》 在《馬太福音》12章、《路加福音》8章也有講 前後文不是很多《識經》的複雜 因為前後文都是耶穌在不同的場景 呼召人跟從他 所以我相信這段經文 大底就是耶穌宏觀地界定 誰才是兄弟姊妹和母親 而且他想表達對他跟從的人 他有什麼期盼 要做他的至親 耶穌有什麼要求 講到至親 你覺得至親有什麼特質呢? 《扶雷福音》 我們在軟約裡共存 甚至因為我們有更新改變 我們可以邁向真實的親密 所以… 等一會兒 我哭完了 其實 不過有點鼻水 家裡的基督教的《識物》 有幾多人在家裡 有這個很長的牌寫著 《基督是我們一家之主》 有幾首看 你們果然是恐龍時代的人 因為這個牌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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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不太流行 第一 就是很多人 放在家裡的桌子的時候 其實第一 就是先是夫婦不太妥的牌 我老公又覺得 基督是一家之主 也不對 其實我也無法說 是我老婆說的 什麼都是她扭我的頸 吩咐都是不教的 怎樣做一家之主 然後我老婆又罵我老公 基督是一家之主 聖經竟然這麼偏 那種男兄女 教我要純服丈夫 譬如 你想想 連夫妻都不純服 這個真理就是 基督是我一家之主 那無論他們怎樣 帶子女去明白 基督是我一家之主 但其實這個牌 是講一個很徹底的真理 有一家人 包括夫妻 爸爸媽媽媽 兄弟姊妹 都遵從上帝聖法的時候 家人才能夠動得 互相的恩待相愛 互相同行建立 還不像這兩年 我們的社會悲劇 你有沒有發覺 升級得很厲害 不是這兩年 你都沒有看過 有人會把爸爸媽媽 斬件 以前沒有這麼嚴重 也不是這兩年 你都不會看到 有人將自己的子女 怎樣 我小孩子都沒有 我覺得 這些正正就是 說到 人性黑暗的軟弱 其實要有 至親的特質 真的不容易 有人說 只是因為基因的連繫 不足以構成家人的關係 家庭裏面 你們在看什麼 你們看到這個 子恩基因嗎 麻煩你給我看 我這個不是 我這個是回應師哥 對不起 OK 拿一些技術 OK 你幫我讀出來 這個引言 指示有基因的連繫 不足以構成家人的關係 愛、支援、信任、犧牲、安全 財囊建構家的內涵 同不同意嗎 以這一堆的內涵 正是基督教信仰 能夠叫人更新 擁有的至親關係 其實在聖經 一會兒在引言中 我會再拿 哥羅西書三章十二至十五節 簡單陳述給你看 其實聖經已經說了 他對信徒 對屬神子民 對神家內人品格的要求 哥羅西書三章十二十三節 我們一起先讀 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 正結無愛的人 就要全年晚 謙虛、謙虛、溫柔、忍耐的心 倘若者人與乃人有嚴規 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遙恕 主怎樣遙恕了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遙恕了 這裏正不是說出 屬神子民 應該彼此相對的素質和期盼 這正正都是家中至親的人所需要的內涵 聖經說 個人生命的聖結無愛 能夠叫人可以保守人物犯罪 你不需要流離浪蕩 向外戀的追求愛 搞到一無所得 而且搞到自己身心虧損 回到家裡可能欠下一堆情感的債務 或者實際的金錢債務 另外 憐憫、欣慈、謙虛、溫柔、忍耐 正正這些刺神的性情和仰式 就是能夠幫助我們跨性人類中間種種的黑暗和炎弱 此外 人類中最難學習的功課莫過於搖說別人 有多少人覺得搖說別人是很容易的 舉手看 你也不敢舉手 因為你一舉手之後 所有會蹤都會來試你的 那你馬上死 我就不要了 其實是挺難的 我自己理解 在我個人有限的相應歷程中 我體會到 人時時有自意 只是看到別人眼中的刺 但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目 看不到 其實你也傷害別人 但很多時候我們會誇大了別人對我們的傷害 我基本上覺得人是沒有能力去搖說別人的 除非自己曾經真知 深深領悟過自己的卑惡過範 以及曾經被人寬恕過 而且再接納再使用過這種的可貴 要不然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做過 我也做過這些自意的人 人基本上都是有自意 很容易將人看低 盯人一排 彷彿自己在廚窗裏面最完美無瑕的展覽品 很希望身邊的人去景仰摩擺自己 求神光照我們憐憫我們的無知 寫免我們的愚昧和止意 另外第十四、十五節 我們一起讀 在這一切之外要存在愛心 愛心就是聯絡存得的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作主 你們也為此蒙照歸為一體 謝謝 這一處聖經更加自出 人倫中間很多時候我們在處人處事 一有規決、規損 人就會不擇手段 枉固和忽略了神 最重視人際關係裡面的愛心的聯絡 一沒有了愛心 人倫所有一切的德行和品格 都可以變得出賣 和可以變得蕩然無存 要人能夠虛己虛心的 約束自己的自意 在群體裡面以基督的平安 而不是以你自己的心水 不是以你自己的喜好 我今天早上問大家 我來這裡 大家有多少人覺得 我們這個教會排的椅子 中間的胸部的腳位夠闊 舉手看看 不夠闊的舉手看看 沒有舉手了 我免得被人排斥 我只會這樣 知書牧師也不要知道了 因為總會有人說 這裡的腳位又不夠 這裡的冷氣又太冷 那裡又太斜了 這裡又有什麼東西 如果用我們的標準去調教的話 你猜會不會調教到一個 真是和諧的共融 那是不可能的 一百個琴要大家有同一個音準 可以互相去調教嗎 不可能的 只可以用一支標準的音差 大家都向這支音差調 才能夠有那個音準 而且每個琴都有自己的琴色 琴的音色 對吧 所以不可以在人論中間 不可以互相去較量比較 唯有是心裡邊的主在 共同的決定裡邊 是以基督的平安 是透過祷告得來的平安去做決定 人論中 特別中國人最軟弱不堪的一面就是 一有分歧就馬上沒有面子比 外國人都容易說 對事不對人 我們中國人就必定會對事 必對人 對吧 真的 我又不知為何這文化是這樣的 但是 其實 馬上出現了親情指引博 一有分歧我們就會分裂對抗 但是我們反而不看重一起的承擔 一起的受苦 一起祈禱等下來 一起祈禱求醫治好嗎 我們要願意一起捱才行 你可以看得出剛才用的哥羅西書三章四節經文 如果人能夠遵守神的旨意 我們才有盼夢在地上建立至親的關係 成為了主來真正的一家人 甚至因為神改變了我們的聖情 我們可以將我們的改變帶給我們的原生家庭 改變我們的原生家庭人論關係 幫我讀這一個引句 當困難流盡家中 所有家庭的成員都視之為己任 這就是叫家愛愛家了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呢 能夠擁有家庭的困難為己任 這個才算是我們一般人覺得是愛家的表現 對吧 也是家中愛崇高的表現 同不同意 不會說見死不救 不會說置身到愛 不會說一有爛就怎樣 雞飛狗走 會不會 除非現在突然著火 著火當然是雞飛狗走 走也要走得有秩序 是不是 應該怎樣走 有沒有走火警的練習 好 我問你 common sense 如果真的突然著火警 怎樣走 我問你們 沒有人說得出 應該是讓誰先走 老人家 然後呢 小朋友 對了 小朋友先 懇吵他們 老人家 小朋友 苦語 慢慢 可能就要用年輕力 一邊一邊扶著她走樓梯 不可以坐升級 對不對 大佬 是嗎 有防火層 OK OK 給你一雙 神武師永遠都有這種幽默 同不同意嗎? 有基本共識的外家的表現 一有爛你就馬上霸佔著電梯走 結果你自己入了電梯,然後電梯壞了 那就燒死你了 我又說得噁心一點,對吧? 多少我們《大英姊妹》的家裡的賭徒、債仔 道德敗壞的分子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在基督徒的家人 不離不棄的愛的陪伴和精神支持之下 才能夠翻身做人,才能夠重新鎮作 同不同意嗎? 我不知道你家裡有沒有這種人 不要舉手了,因為是私人的問題 但如果有這種人是因為你的愛 因為你的包容 他能夠重新翻身做人的話 甚至信主的話 我為了你這份家愛的表現 很感謝神 聖經裡面視為幾任幾集的典範 莫過於《樣方》十九章二十六、二十七節 我們一起讀 耶穌見母親和他所愛的那門徒在旁邊 就對他母親說,母親看你的兒子 又對那母親不說,看你的母親 從此那門徒就接他到他自己家裡去 同不同意嗎? 這段聖經我覺得是大家都最熟悉 最容易記得的一個幾任幾宅的典範 耶穌被刮十字架的時候 將母親親切地交給門徒 亦將門徒親切地交給自己的母親 這種穩妥和安心 其實對耶穌來說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臨終了,你知道嗎? 臨終的人交託的心聲 如果你經歷過的話 你知道是多麼的愚重心長 他交得安樂才行 但他真的這樣交託 坊間我們是不是很敬佩捐血、捐肝、捐器官的案例 我們當中有多少人捐過血的? 沒有捐過血的? 沒有捐過血的? 沒有靈頭? Sorry 以免被人地點 說你沒有愛心 不是,不是這個問題 很多原因是你不適合捐血 但是 有多少人接受過捐肝、捐腎的? 我們當中有沒有人接受過捐肝、捐腎的? 沒有 我的團契有個姊妹幾年前 中大抽獎 有人打給她 蚊蚊小姐 你在血腹裡面 你的骨髓 match我其中一個病人 這叫做大抽獎 如果有大抽獎的電話打來給你們 你開心嗎? 我看你們反映的人知道 你們的笑是很勉強 你們的笑是苦笑 不是吧? 找我 我先想幾十個藉口 不要捐這個骨髓 其實大家都有點害怕 捐骨髓也有一點風險 但風險已經在現代手術上不高 有點痛 但在蒙神保守下 這個姐妹捐完骨髓 翌日就上班了 都沒什麼痛 真的很不痛 在討告、祝福下 這個姐妹也跟家人商量過 但她覺得 這麼難才能幫到另一個人骨髓 match 我真的願意犧牲少少 捐了之後 捐了之後 其實怎樣? 怎樣? 對方就成為自己是甚麼? 成為自己是甚麼? 如果有人捐了我 神捐了肝給你 那你應該當人家是甚麼? 家人 是吧? 恩人 如果你家裡有人離世 你捐了他的心臟的肝 給另外一個家庭的人 你也當對方是甚麼? 電視也有買過箔 你也當對方是子女 是吧? 同意嗎? 因為你的心臟 你的神 你的肝 在別人的生命中 是否能夠延續 領養孩童 助養孩童 這些都不是我們 在人間裡 所肯定所高舉的 一種愛家的內涵 因為這些行動 都是代表愛屋及烏的典範 對吧? 所以求神給我們看到 至親的特質 其實就是要追求 愛家和家外的內涵 而事實上 從剛才我們很簡單的經文 在哥羅西書中看到 唯有遵行神的旨意發道的人 才能夠成為有愛家和有家外內涵的人 而這也是你我一生要追求改變的成性追求 也是聖經說 以配能夠做耶穌兄弟姊妹和母親的先決條件 對不對? 不單止對你的生命有好處 對你自己的家有好處 對你的原生家庭有好處 其實對神國神的家更有好處 好了 現在我們將剛才我們原本的內文的第一個分段 我們先看看三十一、三十二節 我們一起讀 當下耶穌的母親和弟兄來 站在外邊 打發人去叫他 有許多人在耶穌周圍坐著 他們就告訴他 說 看下你母親和你弟兄在外邊找你 你以為耶穌看不看得到 真的可不可以目睹他的母親和弟兄在外圍呢? 如果當時那麼多人 你知道很多人在蜂擁跟著耶穌 我估計都看不到 所以有人坐在耶穌周圍的人就說 你母親和弟兄來找你 其實他們說得很隨便 那麼多人萬人兇漢 耶穌的母親和弟兄在哪裡 其實這些人說得很隨便 這些人說得很隨便的心境和場景 其實可以比喻什麼呢 就是當代跟從耶穌的人的確很不少 不過不是每個人都是誠心實意跟從耶穌 很多人耶穌是為了有得吃 吃飲吃吃 聽阿道 道聽圖說 為了自己的好處 為了得到耶穌的好處 而膚淺的跟隨 我們所謂群羊的效應 一見到耶穌落爛要上十架 有沒有他的門徒在身邊 寧寧可數 一見耶穌落爛就馬上雞飛狗走 這樣一群跟從他的人 算不算是耶穌的至親 你覺得 不會吧 不同意 似乎三十二字經文在描繪 周圍有很多跟從耶穌的人 只是喜歡認親認識的跟著 跟著耶穌 但他們不太懂得跟從耶穌的真意和要求 其實主對於所謂周邊的至親 都有其他在福音書裡面 其他參照的經文 我下面就引申幾段 給你看看 他對周邊的至親都有以下的要求 何況是真是主要想的至親呢 第一段 在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二二節 我們一起讀 凡稱呼我主呀主呀的人 不能都盡天國 唯獨遵行我天父子餘的人 才能盡去 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 主呀主呀 我們不是奉你的命傳道 奉你的命趕鬼 奉你的命行許多義能嗎 當下實在有太多跟從耶穌的人 不是真心信服耶穌跟從他 甚至當時有些人說是為主命做工的人 甚至有成果的 就是奉耶穌的命傳道 趕鬼趕到鬼 行很多義能 這群有成果的人 甚至竟然在這段經文說 是耶穌不喜歡的 那你想想 哇 這麼可怕的 為什麼耶穌不喜歡人去做的事 原因是因為神體重人生命的內涵 過於人能夠為主做什麼 因為人能夠成就的事 你覺得是不是人有本事 其實不是 行義能 趕鬼 你以為人能做到嗎 是因為奉耶穌的權並 所以人所能成就的 本來就是神能夠成就神的功勞 所以不算得什麼 神體重的是我們生命的品格 以及服侍神的時候的過程 我們持有的態度 我們有沒有愛神 愛人的心態 其實是更加重要的 否則的話 耶穌會斥責他們 就像耶穌當時斥責一群 宗教的領袖 發尼賽人 說他們是偽善 甚至稱他們為作惡的人 原來神體重的是我們 如何在細節中遵行祂的旨意 所謂上伏聖於獻祭 我們看第23節 這個很沉重的集備 好嗎 我們一起讀 我便明明地告訴他們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隻作惡的人 離開我去辦 這個集備真的很沉重 表明這群作惡的人 我相信當時 他們在主眼中 他們是沒有真心信過主的 他們只是跟耶穌跟得來 都要做一下耶穌做的事 只要做 上帝又允許他 去照做奉耶穌的名字 都能夠趕到鬼 但是這群人 我相信是沒有真心信主的人 所以耶穌責他們 叫他們離開他 這段經文 如果是沒有信主的人 似乎與我們無關 但我覺得 都很嚴厲地提醒 我們這群信主的人 他提醒我們跟從主的人 在生命中 有沒有跟主有羊和牧羊人 互相了解認識 聖經說 羊認識牧羊人 牧羊人認識羊 同意嗎 這種生命中的互動認識 相交 我們能否向神赤路躺開 給神認識 其實這件事很重要 我經常聽別人說 你不用說那麼多了 我二十四小時祈禱 我心想 二十四小時祈禱 好神啊 很敬虔 很害怕 然後你問他 最近發生的事 你有什麼感受 你其實在想什麼 然後你告訴他 我沒有感覺 我二十四小時祈禱 沒有感覺 我想想 是不是真的 我多數都是 就是 漏的 為何這麼說 上帝看重的是 你猜上帝認不認識我們 就算我們不會祈禱 上帝一定認識我們的 最糟糕我們認不認識自己 不認識自己 好比有些夫妻 老婆老公 你明白我說什麼 你知不知道我說什麼 老公根本也說不回她 她聽不到老婆說什麼 那就是不明白 是吧 然後老婆就把老公去死 男人說話 沒有那麼快 沒有女生那麼精靈 那麼善於表達 然後就繼續 這樣被罵 好嗎 我現在不是在執病男士 我是在說 人倫親民的關係 互相的認識 互相的認識 都是要給對方認識 你要懂得表達自己內心的感受 思想被人認識到 才叫做通 不是就這樣 你明白我想什麼的 老婆你明白的 我心裡想 不是你肚子裡的蟲子 怎麼明白 是吧 所以我相信聖經在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 這句說話是提醒我們信主的人 我們要珍惜我們和神的相交 要懂得在禱告裡 向神赤露躺開 給神認識 甚至在我們服侍主的時候 我們更加要看重這種關係 神不是就是看重我們為他做什麼 神看重我們在服侍的過程裡 我們的心臨物 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態度是怎樣 我們要跟神尋命 這樣才蒙神越立 因為神體重是我們內心 有沒有遵行他的指意 這個為之最重要 但我們真的要求神联敏我們 很多時候我們可以表現到 在外面表現的外表表現 是很熱心服侍神 而內心一卻沒有什麼 跟神溝通 這件事其實是神不悅的 你想想你家裡的 夫妻之間的關係 子女和父母的關係就知道了 你的子女突然很乖很孝順 為你做很多家務 但沒有跟你說任何心事 你會不會覺得很開心 會不會 你的女兒太小了 還不懂為他做家務 不會的 對不對 我記得這兩年神斥了一個契仔給我 在教會 現在讀小四 每次她媽媽跟她說 她很想念你 你快一起聚會吃飯 每次一聚會吃飯 你知道小四的學生最喜歡做什麼嗎 打遊戲 然後她媽媽就這樣罵她 你說很想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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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來到吃飯 你又打遊戲 不管她 她這樣控制不到 是不停要打遊戲 然後這個小朋友怎麼樣 她就捱著我 一邊捱著我 一邊打遊戲 但是小四的小孩子 其實不懂得說心事 我明白的 我沒有要求她說心事 但是那次我媽媽就說 你捱著她 碰著她就當親密 那我就說是 那我就說是 好過她不捱著我 我感覺上 就是 各位 我們同神和同行 我希望大家多點捱著神 但只捱著神行不行 不跟神說話 不行 我想神不收貨 因為這也不算是人倫的溝通 要跟神多點說心事 所以有人說 家庭應該是一個 至親密的字眼 任何人都可以說到 因為 將FAMLY Family翻譯出來 就是 爸爸和媽媽我愛你 同意嗎 這個優先最重要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家裡每一個人 都同時能夠重視敬愛父母的話 這個才是至親的意思 和表現 一群子女如果不孝順父母 都不聽父母 當爸爸媽媽沒有到 不遵從父母的教誨 我想問你這個家是否成家 沒有人有反應 剛才的祖堂每個人都說不成家 為甚麼你們都沒有反應 你們一定很先進 你們是後現代的人 你們是反叛家庭 反叛權威的人 是不是呢 為甚麼你們都很瀟灑 沒有反應 我相信真的不成家 你想想清楚 我相信如果那個家裡 個個都不遵從父母的教誨 我當然不是說父母的教誨 是叫你去賭 叫你去嫖 當然是說正氣的那種 如果都不聽父母的教誨 我告訴你這個家不單止不成家 子女能不能夠容易有真正的荒木 都不會有 國行紀錄 偏行紀錄 所以同樣 神要求所有信他的人 在親術人論當中 都有一個很重要的敬重優先罪 就是以基督為首 其他一切人論的關係 就能夠回到正軌裏 其實這個不難比喻 我想問你們 你們家裡有幾代同堂 你的祖父母還在家裡 舉手看看 我發覺真的很少 今天祖父母也很少 其實小的意思是甚麼 代表舉手的大型節目 可能年次都夠獎 即是說你們很年輕 但你們祖父母也不在家 你們覺得可惜嗎 你記不記得祖父母在家裡 有時候好玩 很溫馨的場景 還記不記得 你記不記得這位小妹妹 你記不記得祖父母不在家 在家裡 那你應該很珍惜 因為祖父母是聖誕老人 任初任初任何都可以 如果你的祖父母還在家裡 父母要求子女 和自己都遵行祖父母的教誨 你覺得好嗎 通常這樣才能夠成為 那個家族的一個優良的傳統典範 和榜樣的執行 其實這種優先罪 耶穌也曾經頒受過給我們的 在福音書裡 而且是一個頗嚴苛的愛神優先罪 讓我們讀三次的經文 第一 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節 一起讀 愛父母過於愛我的 不配作我的門徒 愛兒女過於愛我的 不配作我的門徒 第一,耶穌要求 跟著所有的人 要懂得真的愛耶穌 你懂得愛耶穌 你就懂得愛父母 你會懂得愛自己的子女 我們經常發覺 現在特別是現代的子女 你不愛耶穌的話 你的子女 你懂不懂得愛你的子女 你不只不懂得愛你的子女 你會被你的子女控制 現在現代的子女 是控制到你 OK 第二 六加坊十四章二十五至二十七 一起讀 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行 他轉過來對他們說 人到我這里來 若不聖我自己的父母 妻子兒女 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 所不能作我的門徒 這是一個商量的挑戰 就是他對群眾發出挑戰 就是一定要愛主多 一定要愛主聖過其他 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說 你懂得愛主 你就懂得愛父母 母妻子兒女兄弟姊妹 最後一個參照經文 在《路加坊》十四章二十七節 一起讀 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 跟從我的 也不能作我的門徒 他要求我們背著自己十字架 跟從他 因為都不能作我的門徒 所以在這裏 我想簡潔告訴你 你可以告訴你 你也可以告訴你父母 通常你上了主之後 你父母就很不喜歡你回教會 然後知道你奉獻 十一奉獻的時候 他更加覺得 為什麼你要把你奉獻給教會 你把你的十一奉獻給我 會不會 我們很多父母都會這樣 當他不明白 為什麼耶穌是這麼重要的時候 其實你要告訴他 上帝才是我們真正 每一個家 每一個民族 每一個種族的人的先祖 大家知道嗎 無論黑人 白人 黃種人 紅種人 所有的每一個天上地下 國家的起名 都是從神禮 我們的先祖是誰 阿當夏娃 其實我們是同一個先祖 而這個先祖的上帝 就是我們現在所信的耶穌基督 所以是全人類 各國國民所歸依 所應該景仰 所遵從的本源 這個優先罪 上帝要我們愛神先 愛耶穌先 其實就是為了要成就 他創立人倫家庭親密和母的基石 你真的懂得愛神的話 你就一定會真的懂得愛你的父母 愛你的祖父母 愛你的兄弟姊妹 以及你的妻兒 所以簡略來說 我在這裡做個短結 神對周邊的自親的期盼 就是第一 要遵行天父子以為先 第二就是要跟自己背起自己的責任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做主的門徒 這個人去到周邊自親 那些人所說的 下一段就看到 耶穌對於他自己自親的要求 你猜是否應該嚴苛一些 是否應該嚴苛一些 如果更嚴苛一些 那怎麼辦 這個已經不簡單 更嚴苛一些就死 是嚴苛一些 但是我想告訴你 而且 稍後要和你分享的參照經文 希伯來書更加告訴你 原來雖然有要求 但是神要求我們的旨意和命令 是祂有附帶的應許能力 讓我們完成的 稍後再說一件事 好,我們讀下第二個段落 三十三三五節 以為起 耶穌回答說 誰是我的母親 誰是我的弟兄 就四面觀看那 周圍著著的人說 看那我的母親 我的弟兄 但是他突然看著 周圍近一點的人 跟他說 看看 那個就是我的母親 和兄弟 如果我是耶穌 我突然看著 這裏最近的人 我的母親和兄弟 其實是在觀堂幕裡 都未來到這個教會 我根本看不到他 突然看著你 然後跟他說 看啊 我的弟兄 和母親 我突然看著你 你害怕嗎 你有甚麼感覺 如果這樣 耶穌回答 我的兄弟 我的母親 你有甚麼感覺 第一 你可能很害怕 不是我吧 又抽到大抽獎 另外 有甚麼感覺 你剛才很快的感覺 就覺得 那耶穌怎麼看著我 是不是很空地看著我 看啊 我的兄弟 我的母親 還是很親切地說 看啊 我的兄弟 我的母親 我相信耶穌在這裡 他似乎是向周圍的群眾 呼喚著 介紹著 肯定著 辯別著 而且他很想 他眼前的人 都是他的母親 都是他的兄弟姊妹 一定是 一定不是他分辨不到 誰是他的弟兄姊妹和母親 而是他在這裡 高舉 重視 和陳列出 神的渴求 神想怎樣的人 成為他的兄弟姊妹 其實他很想 個個在他面前跟他的人 都能夠成為他天國 忠誠可靠的夥伴和家人 但怎樣才能做到呢 有人說 家庭不單是 不單需要 包括那些 和我們有血緣關係的人 而且還包括那些 我們為他們捐軀的人 這個說話 剛才我說過 如果你捐了心臟給對方 另一個家庭的兒女 其實那個小孩 你都會當他是 你自己的子弟一樣 原來神這份心意 在他為人類預備救恩 和犧牲的時候 他計劃了 修納我們所有 去拯救的人 進去天國的大家庭裡 所以我引用了 希伯雷書兩段的經文 做引證 這一種的修納 還有很寶貴的應許 是為了要承傳我們能夠 跟得住耶穌 進入榮耀裡面 我們第一段 希伯雷書二章十至十一節 我們一起讀 原來那為萬物所屬 為萬物所本的 要令許多的餘子 盡榮耀女去 使救他們的元帥 因受苦難得以完全 本事合而的 因那使人成性的 和那些得以成性的 到時出於一 所以 原來希伯雷書的作者告訴他 耶穌本是萬有所屬 為萬有所本源 他自己都要親身經歷苦難的洗禮 得以完全 他就這樣 帶很多 他稱為兒子 兄弟姊妹 成經沒有大世超 沒有歧視女仔 就是 他在這裡說兒子 但其實包括 弟兄姊妹 進入榮耀裡面 他要令到信他的人得以成性 因為他知道走這條人生路 很多崎嶇 我們很多軟弱 我們會跌很多次 他要扶回我們 但我們走 他竟然不當我們是很淪盡 成經說他不當我們很淪盡 他不以我們的軟弱為此 他不不以為此 稱我們為弟兄 你有沒有試過給你兒子 在商場 他樓買東西 你不肯買東西 讓他不承認你做媽媽 有沒有試過 有多少人試過 小孩子一扭起來 真的當媽媽姓什麼都不記得 會不會 是不是 你有沒有試過 你夫妻關係不好的時候 你在街上 蓋了你老公的巴 之後 你差點都 戒指一脫 不要讓人知道 你的老公就是他 沒有那麼慘 這些是在劇集裡有的 其實真的有的 如果你身邊的家人 朱本論盡 很多軟弱 抽身欠債 你敢不敢承認他 我剛才問你這件事 這件事 當我贏到錢 你便馬上 收到錢 當他欠債的時候 你敢不敢承認 你可能不承認 如果我承認的話 可能我要負責 我又要給別人錢 同不同意 但耶穌沒有因為我們的軟弱 沒有因為我們的敗壞 以及一塔無套 以我們為此 其實這是何等其妙的 恩寵、憐憫和定止 並且 我沒有引用下去了 這段經文的十二至十八節 更加告訴我們 這位慈悲終算的大祭司 為了要跟他兄弟相同 所以本來他不用經歷苦難 他亦不用經過試煉 而證明他在順復 其實耶穌不需要 但他也為我們去經歷苦難 甚至經歷試探受苦 以至到我們能夠信得過 我們投靠他的時候 我們便可以同樣脫離試煉 你說厲害嗎? 如果沒有這個同行者 其實是很難的 耶穌本身的順復 亦鼓勵我們在聖聖的路裡 從小至大事裡順復他 為了令我們漸進地更加堅強 將來在人生路裡 能夠忠心忍耐 將來要面對種種的思念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凡 超凡的道成 用生在基督的典範 再一次引證 耶穌對祂至親的要求 其實不只是單方面 強求你要這麼高的標準 祂本身合理地 祂親身跟你一起走過去 以至到祂能夠帶領我們 經歷到誠聖、得聖之路 如果沒有耶穌是先行者 你和我都不用知道 走這條路 我打個比喻 剛剛不是有馬拉松嗎 我想問大家 盲人可不可以跑馬拉松嗎 可以怎樣跑 蛤? 找杜盲犬? 杜盲犬是平時行街那隻 是不是? 跑步杜盲犬 有沒有見到盲犬帶盲人跑步? 好像沒有耶 前一陣子我回到馬拉松之前 我看到特輯 就是專拍一些陪跑員 盲人的陪跑員 怎樣和他一起操練 我想問你 盲人的陪跑員厲害嗎? 當然要一定見過那個盲人 要不然怎麼可以陪他跑完10km 怎麼跑完半馬 如果他跑回去都很熟氣 還牽著他怎麼走 這個陪跑員 不單止是自己跑得好 跑得到 他是一個最真實的夥伴 同行者、體恤者 以及鼓勵那個盲人 不要跑完 不要碰到我 不要碰到別人 我想告訴大家 在盲聖的路裡 其實我們放不著 那個盲人的跑手 其實我們是否看得清 我們的前途 有多少人覺得 看得很清楚你的前途 沒有人看得清 下一步你都不知道 但是陪我們跑的主 他看得最清楚 他知道我們在哪個轉彎位 會跌 會滑 他跟我們有練習 他陪著我們 鼓勵我們 體恤我們 另外一段的經文 在希伯書五章七至九節 我們一起讀 基督在肉體的時候 既大聲哀哭 流淚討告 恨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誠夢了英雲 他雖然為兒子 或是因所受的苦難 學了純福 他既得已延傳 就為凡信從他的人 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 在剛才我所講的 他才是那個終極的跑手 他跑過條路 他跑完成功 然後再拖著你 陪著你 跑到終點 這一種的應許 這一種的同在 其實我們要感謝神 在成善的路裡 我們雖然時時跌倒 但是因為慈悲的大祭司的 父門和領航 我們才能站立得穩 我們要感謝天父傳言的計劃 愛子耶穌的犧牲 受苦和憐憫 聖靈行上不斷地加力 督摘和勸為 在這裡我做第二個短結 耶穌對他自身的期盼是這樣的 在希伯利書的啟示 就是同樣以我們 遵行神的旨意 我們才能夠得勝 因為耶穌做了這個典範 第二就是 我們只要效法耶穌 在大小事的試煉上 繼續學耶穌的順服 最終這條成性的路 是一定跑得完 以及是得勝的 可以嗎? 結束的時候 我用這個例子做結束 有幾多人在星期六 差不多是黃昏 有時候看這個國內電視節目 叫做《我有全家寶》 有幾人看過嗎? 我們不要告訴別人 我們經常看電視 是的,我看過 沒錯 沒錯 我會看電視的 我會看電影的 最近有一部電影《The Great Showman》 是一部很好看的電影 還有那部《神跡》 不是《月神堂》 《月神堂》很奇怪 我不懂得看 《奇蹟男孩》 真的令我很感動 兩部電影都令我看得瘋了 就是覺得很多很正面的教導 《我有全家寶》這套特輯 就是由各地各沙平民百姓 在家裡帶他覺得以為是全家寶的東西 就帶到專家面前被鑑賞、被驗證 帶得來的果然是家傳之寶 每一家的真品從歷代到清朝、唐朝傳到現在 厲害嗎? 那些專家都是很厲害的 就驗證他 結果每一集訪問 百姓的家人就解釋 這件寶物如何由一代傳到一代 由古董、藝術畫作、書法、國畫 一直傳下來 最近那一輯是傳出 這個家族在縣的鄉 他的世襲見了很多用竹搭成的亭梁和橋 只是用筍、入筍 他帶不到實物來的 他就拍了很多照片 結果第三代的小孩 兒子就帶了七枝的竹 很短的竹 而且已經割開了筍 就馬上搭了一條橋出來 就是七枝 就叫現場兩個觀眾 兩個大猴龜站上去 當然當然是 能撐到嗎? 能撐到 就是講述 這種工藝 如何由一代傳到一代 不過 這麼多種的訪問 每一集都有一個共通的地方 也不是單純說 寶物或者工藝 如何由一代傳到一代 他講到的更加 所有這些家族都講到的 就是歷久常生 持之以行 世代成績的一種叫做家憤 在那些有全家寶的人的世襲裡 真的有家憤 家憤可能是青年的家憤 可能是 早幾代的人 早上練字畫畫 是說他如何花心機 將這些技術 在一代傳承一代 雖然去到今世代的後人 往往覺得自己的水平不及先祖 但因為他們願意嚴守加訓 視之如寶貝 使家族的貴寶 便能夠有能力 一代傳一代傳承下去 我想問大家 當然我們只是平民百姓 你覺得你家裡有沒有家憤 讓我看看長輩 差點分辨不到長輩在哪裏 沒有? 真是慘了 我們已經失存了 失存了 你問我家裡有沒有家憤 我媽媽臨離世前說的說話 我覺得是家憤 今天到現在 我家人都記得 但她的家憤 如果正式聽的話 是負面的 但再正式聽的話 是正面的 她知道我們家裡 六兄弟姊妹 有幾個很早出身 差不多中學之後 就出身工作 然後很快自己建立家庭 離開了 然後有我 其他人 我又追了讀書 又回來 我媽媽真的很懂得 我們這些家人的關係 很早臨死前 她提醒我們家人 記得親情是切不斷的 這就是臨終的說話 我心想告訴你 這句說話 我心心放在我裏面 這句說話 直到今天提醒我 我媽離世後 家裡現在是我姐姐 召喚所有的聚會 什麼聚會 我媽媽這句說話 代表什麼? 你聽得懂嗎? 她代表她認識我家裡 有一個軟弱 就是我們家人 很不懂得團結一起 所以她說親情斬不斷 而留在我們心裏面 記得要提醒自己 親情斬不斷 所以一定要很努力 要多聚 特別是媽媽走了之後 我想問大家 天國大家庭裡面 有什麼家分? 欣福東九堂有什麼家分? 如果問大家 你覺得你屬不屬於欣福東九堂? 你屬於欣福東九堂? 有人說話 有人可能覺得 我剛來沒多久 如果有人說 特別是 牧師站起來 轉頭不看的時候 我馬上都會舉手 兩隻手都舉起來 現在問你 你屬不屬於這個地方 其實我想問大家 屬不屬於這裡 是否你的感覺 我喜不喜歡這裡 這裡敬拜 說得我對我的感覺 這裡的椅子擺位 擺得夠不夠好 這裡的升降機 比欣福更強 這裡的裝修這麼便宜 都不配我來 是否按你的心思 按你的感覺 按你的要求 其實不是 所以我想告訴大家 天國有個家分 那個要求是跟耶穌比較的 不是跟你身邊的大兄姊妹比較 因為我們都是軟弱脆弱的人 是要跟神比較 所以容許我用回今天的經文 三章三五節 我們一起讀 凡張行神指矣的人 就是我的大兄姊妹和母親 是跟神比較 所以當我們每一個人是親近神 張行神指矣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間教會是屬於你的了 你就會覺得身邊的大兄姊妹 你那一陣子靈性好些 你回來的時候 你都覺得旁邊的靈性是你大兄姊妹的 你那陣子靈性不好 你回來的時候 你那陣子靈性不好 結束的時候 讓我歸納今天的重點 作天路上的至親 第一 就是我們要追求愛家和家愛的內涵 第二 我們要先進行天父的旨意 以及要背十架做主的門徒 第三 因為聖聖路上實在有太多崎嶇 太多軟弱 太多跌倒 我們要學校耶穌的順服 並且我們要知道祂就是領航員 所以祂一定會帶我們走光 只要我們跟著祂的時候 祂怎麼都能扶得起我們走 走到一撲一撞 走完這個馬拉松 還有很多掌聲等著你 OK 你不用擔心 信不信 通常牌馬拉松 哪些人得到最高的掌聲 還不是冠軍那個 就是最最後一個 哇 差不多爬回來 最後一撲一撲一撞 爬回來的時候 爬回來 還有人扶他 纏過那條界的人 就拍了手掌 所以說 弟兄姊妹 你不要詐型 你多遠遠都能走得好 因為耶穌保證你走過這條 成正的路 你不要驕傲想著要做管转 你要衷心跟著耶穌 就可以了 好嗎 結束的時候 我們一起唱回應詩歌 是你重要 我們請一部各位的Praise Team 再來 Back up 是呀 Patrick就是我以前是團契的 我代表宋牧師擁抱他 其實真的很珍惜 他跟我們恩福的牧者一樣 希望繼續抹養大家 所以我們要看重神 是我們一家之主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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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以你全地起伤 全是你一日創造 善起亲手抱着与酒饭声 愈我你提我时度底的情教 众珍归拜 众珍永归我主 众珍归拜 让我心归我黄 与天地里 再找不到比你好 在我生命里 再找不到一个相比更重 神是我一生中最深刻 最重要 是你重要 在我的一家 最重要 重要是你 危险 困兵 恨着你一日过渡 是你人手是 这家温庆陪天 愈我 这家也信你终生归你 众珍归拜 众珍永归我主 众珍归拜 让我嫁归我黄 今生乐意 请众基督的旧人 让这家奉献 永归都归于你 皆因你是我 神是我一家中最深刻 最重要 我们一起同一套祝福 永远的天父 多谢你最完美的救赎 天父的美子 竟然不配地被简损 但爱子的牺牲和在人生路上 对我们的收纳 并且陪伴我们走完这条 圣性的道路 这种非彼尋常 道成肉身 为我们先行苦路 并且顺服得性 今天我们只要全形地投靠祂的时候 我们同样是有十足的把握 走完全程 得到天父自己的恩怨和接纳 所以神啊 我们愿意将这份大恩大爱 用在神的家里面 我们愿意在神国里面 能够做耶稣的兄弟姊妹和母亲 成为主觉得严重可靠 可以信赖的伙伴 求主在新的一年里面 你教晓东九堂每一个弟兄姊妹 能够奉献自己的心 心 手 脚 让我们奉献出我们的新心灵 欠给主的祭坛上去服侍神 去联络家里面的爱 主啊 你将爱家和家外的内涵 丰丰富富地加给东九堂每一个弟兄姊妹 而就在今年里面 家外这种的轻香之气 能够透过他们 在新年里面 新春的 去关围 周围 伦舍的人 整年的种种不同的行动里面 具体地将福音去传扬 尽力激来我们的心 我们这样交托祈祷奉主的名 阿们 对方来说 我可以帮助你 它是否有出席的 我都想帮助你 有心灵魂 就是你 这种感觉 原来是不错的 就是一个证明的 有心灵魂 有心灵魂